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留学生凯庄在美国遭到绑架 而他的父母在收到勒索信的同时 收到了恐怖的绑架照片 庄是一名中美学校交换生去往美国高中交流学习 失踪前一直住在犹他州盐湖城北部 Riverdale的寄宿家庭中 在庄失踪后 他在国内的父母收到了勒索信 以及一张毛骨悚然的照片 在街道报警后 Riverdale警方立刻到场侦查 警方最初发布消息 庄是在寄宿家庭遭人强行带走和绑架的 而庄的寄宿家庭表示 在失踪前一晚还见到过庄 凌晨3点30分左右 还在家中听到他的声音 随后在案件更新中 警方改口表示 不认为庄是在家中遭到绑架的 根据警方发布的消息显示 庄身高5英尺10英寸 体重170磅 黑色头发和棕色眼睛 以致他穿着一件绿色夹克 目前还不清楚这起事件是否设计庄或他寄宿家庭认识的人 同时警方也没有透露嫌疑人的信息 还不清楚这名男孩是否依然还在Riverdale 警方呼吁如果有人了解到庄的行踪或任何信息 请向警方报告 希望终能够平安归来 准备好了吗 加拿大的纳税人们 2024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进一步深挖你的钱包 进行工资税的提高 碳税的提高和酒精税的提高 由于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事业保险金的强制性增加 加拿大人将支付更高的工资税 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7万3200加元 你将在2024年支付额外的347加元的工资税 总税款为5104加元 你的雇主也将在新的一年里被迫支付5524加元 联邦政府正在征收一项名为CPP-2的新税 原始的CPP对你征收收入6%的税 最高可达68500加元 新的CPP-2扩大了这一门槛 并对额外的收入征收4%的税 最高可达73200加元 特鲁多喜欢声称他正在努力使生活更加负担得起 但他也在提高一项直接使生活更昂贵的税收 碳税 碳税提高了汽油柴油和家庭供暖燃料的价格 在辽阔而寒冷的加拿大 这是一件大事 碳税还使食品更加昂贵 因为它增加了种植我们食物的农民和运输食物的卡车司机的成本 根据国会预算官的说法 即使在获得退款后 碳税将在2024年给普通家庭带来高达911加元的费用 联邦政府还在策划一项数字服务税 这项薪税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经营数字市场的公司 以及通过在线广告赚取收入的企业 如亚马逊 谷歌 Facebook Uber 和LBNB 当你购买一箱酒 一瓶 狼姆酒时 特鲁多将通过他的酒精税提高从你那里额外拿走4.7% 明年的联邦酒精税提高预计将花费纳税人近1亿加元 在加拿大啤酒价格的一半左右是税金 葡萄酒价格的65%是税金 特鲁多提高税收的同时 许多其他国家正在提供减税 加拿大纳税人联合会发现 有51个国家政府在大流行期间提供了减税或减轻通货膨胀负担的措施 这些政府包括半数以上的G7和G20国家 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三分之二国家 其实特鲁多如果真的想让国民生活得更加负担得起 最快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是放弃他的高税收政策 让加拿大人保留更多的钱 根据CTV新闻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 一群经营地下赌博的地狱天使团伙 在多伦多Yorkville社区的一套公寓 藏匿超过500万元的现金 而他们的邻居可能对此毫不知情 照片显示多名拎着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购物袋的人 进入了这栋豪华大楼十层的两居室公寓 安大略省警方的一名官员称 这些购物袋里装的不是附近高档商店的包裹 而是赌博业务赚来的现金 该业务在2019年关闭前净赚了约1.6亿 前多伦多侦探Mark在接受采访时说 现金为妨 他们不是那种想要电子转账的人 Mark说逃避执法部门审查的人倾向于用现金交易 因为交易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但一次成功的交易可能会创造出更多的现金 而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警方去年向多伦多高等法院提交了Project Harbert监控记录 其中包含了这个藏匿处的细节 这些记录是一项民事没收申请的一部分 目的是没收声称来自体育博彩业务的不易之财 这些文件还详细描述了警方如何追踪数百万元 以购买安大略省南部的几处房产 这些房产现在也是查封的目标 体育博彩业务受到卧底警察的监视和渗透 这就是著名的Project Harbert 官员们发现了一个多层次的组织 每一集都有数百名特工分配代号 安排赌注 并将佣金的一定比例传递给该组织 一份宣誓书称 名列榜首的是尼亚加拉分会成员 Craig和蒙特利尔分会成员Robert Craig和Harbert被看到与Hansley Joseph会面 据报道Hansley Joseph是一个前街头帮派的人物 在蒙特利尔北部的一个购物中心 遭到袭击后幸存下来 宣誓书称 这群人会面的目的是从Yorkville 18号藏匿处 拿走从非法赌博活动中获得的 300万至500万现金 一些参与该团伙的人认罪了 许多指控被搁置 由于法院的拖延 对于Craig和Robert的指控没有成立 该集团的律师没有回应多伦多CTV新闻的问题 但在法庭文件中表示 他们打算对扣押物品提出异议 据CTV报道 加拿大BC省一名男子表示 他的保险公司决定取消他和他妻子的保险 因为他没有向保险公司披露 他被诊断为第四期截肠癌的 近三年前的一次急诊室的就诊情况 Toby Cleary说 我们就像是从悬崖边上掉下来一样 Cleary过去几年一直在 Obsford医院和癌症中心接受化疗 2019年9月17日 Cleary和他的妻子Raymond 通过Manulife申请了保险 Raymond说 该保险计划包括重大疾病 残疾和人寿保险 22年1月5日 Raymond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 这对夫妇决定 现在是获得保险套餐中 重大疾病部分的合适时机 因为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方 被诊断出患有保险范围内的疾病 比如癌症就会获得一笔一次性付款 当我们提交索赔时被告知 需要提供我们10年的医疗记录 Raymond说 在6个月后 他们收到了Manulife的回复 表示他们的整个保单将被终止 原因是Cleary未能向Manulife披露 2019年10月11日 在Madden Ridge医院急诊室就诊的情况 而这次就诊是他们首次申请保险计划的几周后 Manulife在这封信中指出 就诊包括职肠出血 没有诊断 并被转诊进行结肠净检查 信中称 根据保险协议Cleary 于2020年3月2日签署一份声明 确认至2019年9月17日申请之日起 他们没有任何疾病 紊乱 受伤 手术或治疗 没有咨询接受任何医疗专业人员的检查或治疗 或者被建议 或尚未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进行医疗预约或咨询 并且没有完成任何医学检查 或被建议进行任何尚未完成的医学检查 最终的结论是 因此很明显 我们没有收到正确承保你的保单所必须的医疗信息 举悉 2019年10月Cleary因被职肠出血去了急诊室 被告知可能是痔疮 她说 因为这是一件小事 我从来没有想起过她 而且是在很久以后 我才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这对夫妇补充说 她们从未被检查 Cleary的急诊室医生告知 要被转诊去做结肠性检查 CTV News从收到急诊室转诊请求的外科医生 Linda的办公室看到医生记录显示 该转诊被忽视了 她的办公室从未被预约或咨询结肠性检查 信中写道 在我们这边 她没有被作为转诊记录 我们忽略了她 Manulife发言人 在给CTV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非常重视客户隐私的责任 不能讨论任何个人的具体细节 正如我们的申请文件所述 我们要求申请人必须披露 在申请之前和申请过程中 接受的医疗服务 否则就违反了政策条款 这是毁灭性的打击 Cleary说 网坏处想 如果所有癌症治疗都不起作用的话 我的妻子之后将一无所有 自从他们的保险被终止后 他们一直在努力地支付账单 这家人发起了勾方的密筹款 以帮助支付仅在美国提供的 实验性治疗的费用 目标筹集11万加元 截止目前已经筹集到7万多 Raymond补充说 他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提醒 其他可能会遇到类似情况的家庭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